北京时间9月26日,就在斯诺克中锦赛击扎火硬之际,缺席了本届赛事的火箭奥沙利丸也没有闲着,而是在社交媒体上爆料,将前往泰国和僧侣生活三个月,将在明年大师赛上复出, 上赛季奥沙利丸单赛季连夺5个排名赛冠军,本赛季付出首秀就赢得上海大师赛冠军,此后奥沙利丸则是退出了广州进行的中锦赛,此前奥沙利丸也一直没有具体说明退赛的原因,近日奥沙利丸终于在社交媒体上爆料,将前往泰国生活三个月,体验僧侣生活。 众所周知,奥沙利丸素来以感输感作而鸣,职业生涯屡屡爆出惊人的言论,此前就曾经爆料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生活,以后很可能长时间定居在中国。 不久前,奥沙利丸又发生,坦言不想和低排名的选手比赛,因为只有强强对话,才能激发自己的战斗欲望。 而本次奥沙利丸的休战原因则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,将前往泰国生活三个月,体验和风驴一起的生活。 社交媒体上就有球驴留言道,你是认真的吗?奥沙利丸迅速回应道绝对是认真的。 看来奥沙利丸泰国之旅已经策划多时,休战三个月付出后直接迎来明年一月的伦敦大师赛。 只有前16选手参加的顶级赛事,也是奥沙利丸最喜欢的一项赛事。 求你询问奥沙利丸是否有信心,三个月归来后再度打十三冠军。 奥沙利丸回答非常的自信当然,真是小,菜一碟,狂野之城。